我們也不會那麼愚蠢 就是我們一定是先知道它一定是合法的 我們不會鬧白痴 我們也很聰明 火槍當然是孫安佐研發 那我們是之後想要 就是我們帶那把火槍是為了宣傳 這是合法的東西 它可以拿來生營火 然後烤肉 就是可以拿來生火 它你們可以想像它就是一個大型的打火機 然後它是沒有殺傷力的 這絕對都是在我們掌控我們計畫範圍之內 所以它絕對是不會是在 槍炮彈藥倒卻管制條例的管控範圍之內的 其實它 不會想要妨礙了 安佐他是 很有才華的 我跟他相處他是很體諜很善良的 他跟民眾互動也都很好 有什麼要問的嗎 而且怎麼會自己來 我們討論後決定還是有帶替他出面就好 對 那就是不要給他太多壓力 對他現在壓力很大 對 那你們那天那把槍就是 你們是誰做的 你做還是他做的 那個火槍當然是孫安佐研發 那我們是之後想要 就是我們帶那把火槍是為了宣傳 這是合法的東西 然後 之後我們也是要量產它 然後就是孫安佐自製火槍 然後 那個是一個 他的 就是以後是可以 給民眾訂購的 所以這個絕對是合法的東西 對 你會提問一下那把火槍是有什麼樣的 他可以拿來生營火 然後 烤肉啊 就是可以拿來生火 然後其實我們之後也想辦個活動 我們那時候有講 就是 我們8月底想辦個活動 然後 他也甚至有想說要把那把火槍拿來當作就是 NC啊 他在上面唱歌然後可以啃火 這樣 那那個火焰都是沒有殺傷力的 所以絕對是合法的 然後不會有違反槍炮彈藥 倒卻管制條例的問題 對 那你覺得他是不是很強的打火機 對 他 你們可以想像他就是一個大型打火機 然後他是沒有殺傷力的 所以我們是已經完全就是有先符合他的就是不在槍炮彈藥倒卻管制條例的管制範圍 他絕對是合法的 他沒有殺傷力 所謂殺傷力是要在彈數超過每米方公分20焦耳的速度 那他只是一個噴火的槍 那他甚至射程距離也沒有很遠 在一公尺以內 所以絕對沒有殺傷力的問題 所以這一點是完全可以 拍出在 槍炮彈藥倒卻管制條例的範圍之外的 對 所以 根據媒體這樣的報導其實是有讓大眾大眾誤解的問題 他只是一把就是噴火的槍而已 對 絕對沒有任何殺傷力可言 對 絕對符合法律規範 對 我們討論之後就是覺得他現在不太適合面對很多媒體的情況 然後我來說明就好了 就是 那把槍 因為我們覺得說 一來是我們剛才有跟律師討論過 就是我覺得 一來是他還在用的東西 他覺得沒有必要把他自己的東西叫出去 對 我們在拍片我們也會用到 然後他也要改進一下他的槍 最後才能 就是可以做到可以販售的地步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他還在研發 他也不想把那把槍貢獻出來 就是他那是他的東西 然後也沒有違法 沒有違法為什麼要 沒有任何強制力可以逼他叫出來 我們覺得這樣 與法無懼嘛 對不對 所以你是擔心他如果警方要插後送一點的話 他就會發生 不是擔心這問題 因為覺得是合法的 我們 我們也不會那麼愚蠢 就是我們一定是先知道他一定是合法的 我們不會鬧白癡 我們也很聰明 所以 這絕對都是在我們掌控我們計畫的範圍之內 所以 他絕對是 不會是在 槍炮彈藥 倒卻管制條例的管控範圍之內的 這一點是絕對是合法的 對 那你們是有送的相關單頁簽證過嗎 還是就你們自己覺得是合法的 基本上他很專業 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他不是白癡 對 所以專業要有 台灣要有專業的鑑定機構去鑑定 但 他都一直在做這些武器 他不會不知道 他 他知道 他一定是做合法的才會 我們才會拿出來 所以 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你們中央量產 你還是要有相關鑑定單位才會量產 有找好配合廠商嗎 我們 這一切就是我們 我們自己有團隊 我們我們會 持續做 那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對啊 這部分我就不回答 對 請問你或安卓知道這樣其實是有可能違反社會法律嗎 我們有 我們有那個 研究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 依照社會 有新聞報導說是 會有什麼 恐嚇罪 但這完全是不會 因為恐嚇罪是在說 傷害生命 身體自由 名譽財產 來恐嚇他人 那這我們沒有對著別人 說要交出錢 或是去傷害人 所以 不可能會有構成刑罰恐嚇罪的問題 然後 再來有媒體報導說 違反公共違選罪 那這更是與法無懼 就是公共違選罪是說 無正當理由於公共場所 房屋近旁焚火 我們沒有點燃 所以完全不會有這問題 再者 當天我帶的那把火槍 我們是沒有把瓦斯罐插在上面 所以完全不會有點火的問題 所以各位 其實那把槍完全沒有危險性 然後社違法第36條 第一款提到說 殺傷力之氣 我剛才已經澄清了 沒有殺傷力 那把槍是不計殺傷力 第65條 無正當理由攜帶類似真槍的玩具槍 那把槍顯然不是類似真槍嘛 所以也排除掉這個問題 所以 第63條恐慌罪呢 第五款是說 散布謠言 足以影響到公共安寧者 那 其實當天我們 也沒有任何散布謠言 然後我們也沒有引起大眾恐慌 其實當時 當時我們就是 其實齁 大家 民眾看到瓦斯安佐 也都很開心 跑來合照 完全不會有受到威脅的情況 那所長也路跟著我們 其實 警察 派出所的警員 還有所長都跟著我們 他們也沒有覺得說 有什麼 任何的危險 要不然他們馬上就把我們抓起來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是受到這樣的新聞的報導之後 才引起公眾的恐慌 所以真正如果說要違反這個 社違法的恐慌的問題的話 反而是新聞記者造成的 所以真正會違反社違法恐慌的部分 可能是記者的問題 真正要 真正有可能涉及社違法 可能會是 可能會是新聞媒體的報導 對 那我不是說在場的各位都可能這樣 但有一些比較偏埔的報導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也是 也不是要譴責你們 但是就是說 你們的報導 其實有一些同仁的報導 相對來說 是真的有點在 比較偏見 比較偏埔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說實在 有些報導說背槍啊 或什麼的 就是故意造成民眾恐慌 那這樣的造成恐慌的 到底是我們 還是記者 還是新聞 對不對 所以真正會違反社違法 反而是新聞嗎 因為我們當場 當時在現場 完全不會有民眾覺得是會造成恐慌的 反而是 新聞報導出來才造成大家恐慌 你比較穩到 就是我們當時就是為了要宣傳那把火槍 我們那把火槍是 雖然我現在正在研發自製的 那之後是 要做出來 給大家購買 給大家用的 然後大家可以拿著那把火槍 去生營火 然後可以烤肉 然後他可以當MC在那邊噴火 就是 對啊 那這其實就是有多種用途 那他沒有殺傷力 我剛才也解釋過 對 他是沒有殺傷力的 所以說 那一把火槍是 絕對沒有在 槍炮當藥 到一些管制條例的管扣範圍之內 所以完全一定是合法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我覺得就是 現在新聞記者普遍就是 比較妖魔化 我們這樣的 我覺得 我覺得不要再這樣媒體力下去 就是 我覺得啦 就是 其實他 不會想傷害人 安佐 他是 很有才華的人 而且他 我跟他相處 他是很體貼很善良的人 他跟民眾互動也都很好 對 那他在媒體前這樣子 然後新聞這樣爆 才會 就是 我覺得是有點 因為他的興趣可能比較特別 所以 我覺得 媒體就會幽魔化這種奇怪 覺得說 這個興趣很特別 然後就把他幽魔化 我覺得媒體應該停止這種 媒體獵物的行動 因為 說實在 他是個興趣 他不會傷害人啊 就是對武器有興趣 他有才華 他願意研發新的東西 那我覺得 這個是 一件大好事啊 他更大好事啊 他不是更大壞事啊 各位 所以我覺得 應該停止 這樣的 媒體獵物的作為 就是 不要這樣幽無話 我真的覺得 就是真的 我替他這樣講話 我幫他澄清就是這樣 對 這部分是我自己想幫他做 對 那我再請教一下 你剛說 你們活動時候 有跟警方聯絡 那你們有明確跟警方講說 你們會攜帶火槍來什麼 那時候沒特地講 警方有更多 但警方全程都不動 警方是我們自己的 所長就在現場 所長一直跟著我們 你可以問他 你可以問他 我們是 如果真的 違法的話 看 警察一看就把我們抓起來啊 對不對 這個 記者 新聞這樣報導 直到台變得好像違法 但其實沒有啊 我們一開始就 好端端的 對對對 所以這個都是新聞 有點偏見跟 負面的報導 才會 讓大家 到底不懂的 是記者到底 大家不懂的 不是我們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覺得你沒有錯嗎 這跟我說不回答 你 你不要一直這樣 你不要一直這樣 我不回答這種 我不回答這種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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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啊 謝謝各位 謝謝 確有收到租民與孫民 將自信義區辦活動資訊息 為並會告知將攜帶任何物品 且於現場 並會告知警方將展示火槍 警方警救外官露出之尾端 無法研判為具殺傷力之器械 因此當下 無法立即以社會資訊為無法通知其道案 關於租民主張槍支無殺傷力 呼籲將當日所吸火槍 主動交由警方送焉 以釐清有無殺傷力之疑慮 中文行政經紀